肤骨的骨骼软骨损伤非常常见 可能比我们意识到的要普遍的多 美国每天有2.7万次怀关节扭伤 其中许多人会导致骨骼软骨损伤 但患者通常在手上后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 软骨神经供应和良好的鞋液供应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以上特点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因为如果它没有良好的鞋液供应 自我愈合的可能性非常低 所以我们经常发现这些骨骼软骨损伤 这就是我们在手术技术方面所做的 保守治疗在这方面起到很少作用 手术上根据损伤的大小进行划分 小于1厘米的情况我们修复 大于1厘米的情况我们替换 使用这两种方法我们很幸运 患者恢复到之前的支持水平功能活动中 取得了超过99周的成功 几乎没有疼痛 这是我们特别感兴趣和擅长的领域 我们对未来兴奋